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635集 你们堵得住这些悠悠众口吗 文官们立刻扭头 带着审视和敌意的目光 看向曹国公 在这场为38万条冤魂深渊的斗争中 激进派文官群体结构复杂 有人为心中正义 有人为不辜负圣贤书 有人则是为了名利 也有人是随大事 激进派以魏冤和王真文为首 反对派的成员结构同样复杂 首先是皇室宗秦 这里面肯定有良善之辈 但有时候身份决定了立场 怀王一旦被定罪 对整个皇室名声是难以想象的巨大打击 用市井之言形容 以后都抬不起头做人了 普通人还要脸面呢 何况是皇族 郑北王可以死 但不能被定罪 其次是勋贵集团 勋贵是天然亲近皇室的 只要理解了爵位的性质 就能明白勋贵和皇室是一个阵营 两个字概括 贵族 文官就像韭菜一波又一波的换着 总有新生的力量涌入朝堂 风光时 独掌朝纲 落魄时 子嗣与平民无异 唯有世袭罔替的勋贵 是天生的贵族 与平民处在不同的阶层 而世袭罔替 绵延子嗣的权力 是皇室赐予 因此 即使勋贵里有人不认同怀王 不认同远景帝 他们多半也会保持沉默 最后是一群想上位的文官 或处境不太妙的文官 暗中与原景帝达成利益 交换 为他说话 成为他的武器 皇室总秦 勋贵集团部分文官 三者组成反对派 此时曹国公出列 代表着勋贵集团 代表他们的意志 陛下 这些年来 朝廷内忧外患 夏季大汗不断 雨季洪水连连 弥生艰难哪 各地赴税年年拖欠 尽管陛下不停地 减眠赴税 与民休息 但是白星依旧愿生在盗 曹国公痛心棘手 陈生说道 哎 至此时起 若是再传出镇贝王屠城惨案 天下百姓将如何看待朝廷啊 阳神虚拟 阳神虚丽 又该如何看待朝廷 会不会认为朝廷已经朽烂 于是更加变本加厉的搜刮 民智民告 更加肆无忌惮哪 混账 原景帝勃然大怒 支着曹国公的鼻子怒骂 你是在讽刺 朕是昏君吗 你在讽刺满堂诸公 是昏溃之人 臣不敢 曹国公大声说道 可言下 朱公们做的 不就是这等混贵之事吗 口中嚷嚷着为百姓申冤 要给怀王定罪 可谁曾有人考虑过大局 考虑过朝廷的形象 朱公在朝为官 难道不知道 朝廷的颜面便是耳疼的颜面吗 两人一唱一和 咽着双簧 朝堂朱公开始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正不正是心里一领 又惊又怒 他得承认 曹国公这番话 不是强词夺理 非但不是 反而很有道理 皇室的颜面 并不足以让朱公改变立场 但如果是朝廷的颜面呢 在百官心里 朝廷的威严高于一切 因为朝廷的威严便是他们的威严 两者是一体的 是密不可分的 就算是郑兴怀自己 刚才也不由的想到 朝廷该如何挽回颜面 挽回百姓心心中的形象 袁京帝痛心疾首 长变了一声 可 可怀王他 确实是错了 曹国公高声说道 陛下 怀王 已经死了呀 议论声 一下子 打了 有的依旧是小声谈论 但有人却开始激烈争辩 老太监握住鞭子 刚要下意识的抽打地砖 呵斥群臣 但被原警帝冷冷的斜了一眼 老太监便明白了皇帝的意思 当即保持沉默 任由争论发酵延续 是啊 怀王已经死了 最大的熏鬼完了 再没有能骑在他们头顶的武将了 既然这样 还值得为了一个死人 遭见朝廷的威严吗 不少文官心里闪过这样的念头 袁京帝怒道 死了 便能将事情抹去吗 曹国公作医 可以 原警帝眯了眯眼 冰冷如刀的眼神扫过曹国公 王真文深吸一口气 无声的冷笑 两人似乎知道曹国公接下来想说什么 原警帝诧异 何出此言 曹国公一本正经 脸色严肃 陛下难道忘了吗 楚州城究竟是毁于何人之手 是蛮族啊 是蛮族让楚州城化作废墟 这件事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妖门两族林军攻陷城池 朕北王拼死抵抗为大奉守国门 最后城破人亡 创烈牺牲 说到这里 曹国公声音陶然高抗 但是 真北王的牺牺牲是有价值的 他以一己之力独斗妖门两族灵袖 并斩杀 让两个雄举北方的强者一死一伤 此战之后 北京竟迎来十几年乃至数十年的和平 真北王 死得其所 是大奉的英雄 讲到最后一句时 曹国公内叫一个感慨激昂 热血沸腾 声音在大殿内回荡 曹国公给了朱公两个选择 一固守己见 把已经陨落的怀王定罪 但皇室颜面大损 百姓对朝廷出现信任危机 二 来一朝偷天换日 将此事更改成 妖满两族毁了楚州城 镇北王守称儿王 壮烈牺牲 朱公们要做的 只是为一个死去的亲王证明 这样不但能挽回朝廷颜面 还能更进一步 树立朝廷的威信和强大 这时 一个惨笑声响起 响在大殿之上 郑兴怀 环顾沉吟不语的朱公 扫过原景帝和曹国公的脸 这个读书人既悲痛又愤怒 陛下 曹国公 你们是不是忘了 目睹这一切的 不是只有本宫 还有使团众人 还有楚州两万将士 以及京城万千知晓此事的百姓 以及国子监的年轻学子 郑兴怀呼的冷笑一声 你们堵得住这些悠悠重口吗 原景帝居高临下地俯瞰他 眼眸深处是深深的嘲弄 淡淡地说道 退朝 明日在意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